欢迎回来一起来关心调查局台南试调处在台南市白河区 侦破了大型的一粒棉毒品工厂 总共查获了170多公斤的成品 市价高达了1亿5000万元 十例年来查获最大的一粒棉制造工厂 根据试调处的估计 农历春节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万颗的一粒棉流入失灭了 调查局台南试调处10号在台南市东山区的偏僻山区 侦破大型毒品工厂 查获170多公斤超过85万粒的毒品一粒棉 市价高达1亿5000万元 当场逮捕涉嫌制造毒品的张姓男子并查扣打批机器 市调处表示农历春节以来 这间制毒工厂总共生产了300多万粒的一粒棉 其中200多万粒已经流入市面 在台南市 昨天在台南市东山区 这边有查获到一个大型的一粒棉制毒工厂 那在现场里面我们有查获到 包括制造一粒棉毒品的消贾吸盘 原料 这个是虾甲吸盘 画面上这种俗称红豆的一粒棉 成品只要不到10元 如果卖给毒贩一粒可以喊到200到250元 因为他所选择的这个地点的话 就在这个乱葬缸的旁边 他自己在工厂又有养狗 那变成说我们查卸的同仁 经常是要在已经挖掘开的墓穴里面的话 躲藏在里面 长时间的一个监控 忍受这些蚊虫的叮咬 调查员吃尽苦头终于破案 涂抹暴力的制毒嫌犯 这一次得乖乖的吃老饭 联合报 郑惠仁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郑惠仁台南报道 热仁台南报道